气象局预告 梅雨封面滞留在台湾附近 再加上西南气流 恐怕会发生致灾性的豪雨 中南部首当其冲 市府更是严正以待 市长许立民特别前往水晴中心视察 了解各单位的防汛准备 同时也呼吁大家要提高警觉 才能够保障生命财产安全 针对从13号下午开始 全台各地逐渐转为有阵雨以及雷雨的天气 甚至接下来几天可能会有 自在性豪大雨发生的几率 高雄市府不敢掉以轻心 市长许立民特地到高雄水晴中心视察状况 了解各局处的防汛准备 本次封面滞留的时间都可能长达7天 那持续维护稳定的天候状况 请水晴中心跟各相关局处保持高度警戒 随时掌控豪大雨特报 以及各区的降业 及时预警避灾减灾以确保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除了叮咛团队要上井发条 也呼吁市民朋友随时注意最新的资讯 多一分准备就是少一分损失 希望将水患灾害减到最低 维护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请水利局消防局公务局决明会跟区公所等单位 做好就占的准备 那持续留意雨室与防空警戒的这一个通报 那密切掌握最新的资讯及时应变 如果有需求依照标准作业程序进行疏散测试 预计滞留封面会一直影响到下周二 这段期间也容易有雷击、强阵风等剧烈天气 雨势也是越晚越强 提醒外出民众要记得攜带雨具 用路人也要小心安全 港东新闻李嘉隆宏静怡采访报导